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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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谈谈这一次的94万票 不只是我们刚刚说不只是让民众跌破眼镜 组头也跌破眼镜 如果现在还没选举 还没有选罢免 我在这里我跟你讲说 娟姐或是我说 这个学员哥或是献哥 我跟你说这边扭到多少 80万 大家我跟你说都说 不可能 还叫猪头拼他 这些人有骄傲的 所以猪头开一个盘是有80万票 有75到80 75到80 所以有一个盘是让票70万票 一个盘是让票80万票 我想大部分人一定不会去牵这个盘吧 大部分人是听起来是不会 可是还蛮多的 还蛮多的 蛮多的 所以说我们在开盘那一天 听说开盘开到 所以我们不能用台北观点去讲这件事 真的 每个人都跌破眼镜 你说现在我们讲 所以组头一定想 他如果开75万票以及80万票 一定不会有很多人去牵着 对不对 对 万一超过80万票 那猪头应该是通杀 通杀独克 结果没有想到竟然是 猪头被通杀 我告诉你 你听到这个80万 想到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你猪头的透懂 而且最麻烦最严重的是 他的赔率还相对的低 他赔到多少 0.7 是有提高的 本来还0.65 0.6 也就是说你下一万 赔你6千 在前面两天有提高 所以有提高 赔到7千 好 那在这样的赌盘 下降赌盘的赌客 应该都是用罢免会过的人 对 然后他们也都下了 超过75万票或80万票 对 就跟着走 然后组头认为他自己贏 哪有可能 组头当然哪有可能 但是那些疯狂的罢免者认为有可能 对 认为有可能 而且还蛮多的 还蛮多人下降的 而且听说到那一天 因为现在这一次罢免是 是唯一一次 因为组头没有经验 他们以前都是怎么样 我们讲平衡 有A候选人 B候选人 我们把他抓平衡 我们赚手续飞就好了 这一次基本上是完全对赌 对赌 我自己给他拔 赌客跟组头对赌 对对对对对赌 对赌说80万票会不会过 对 你知道吗 他们开到65 65以后都开始去订酒店 来喔 来喔 喝酒 大小组头有赌的没赌的 都要准备喝酒了 冲冲冲中斗 到现在 因为现在都大组的出来 中州我们没有听到嘉义的出来 因为我们说有组头的 那我中州传的比较稳 你不管怎样我都能赔 我富可敌国我不怕 这一次听说总组的没有出来 都是以前制作的 大组的 中州的出来 所以 所以这次没有大组的 所以大概 我们一定要讲一下这个关系 因为很多 比较中型的或小型的赌盘 他们会像保险公司再保险的概念 可以这么讲 就是他要转移肤险 甚至导到国外去 比如说今天我是组头 我开75万票 炮哥是跟我对赌的赌客 他押韩国委会过75万票 那组头要买一个保险 避免万一真的过75万票组头会输 所以通常组头会再转 到中州的 转到大组 大组或总组 转到他的上游 这样的话 组头其实只要赚那个手续费就好 万一有人下100万 赌韩国瑜会过75万 那我也再下100万到我的上游 这样万一 韩国瑜真的过75万票 这样我就收5% 5%的赌费就好了 我不管输赢 中州要出来户籍 但是这次并没有转到上游 没有 没有 都对赌的 他说稳赢的 而且你知道到目前为止 他们我们算起来 差不多10个组头 就大的 小的我们不讲 收牌的我们不讲 差不多5个已经不见了 吹不浪 5个不见了 有5个还在处理 还没处理完 正常来说我们贏钱 对吧 夾冰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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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马上就要给钱了 没有再等的 就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 那有的已经找不到人了 所以你看这一次有多惨烈 就是这样 大家都应该里翻船 组头应该里翻船 对 因为万万想不到开出 94万票来 没错 没错 通常在选举前一天 党内一定会估票 党内谁是有没有估 我跟你说 我听到 国民党大概是估58到62 国民党估58到62 民进党也是成功 国民党也知道会过 也是输了 可是他是估58到62 民进党是65到67 民进党是65到67 那因为组头一定 都是罢韩成功 不是 我跟你说 为什么组头 会开75万票到80万票 组头对民调数字是很敏感 因为他们 可能看到我们的民调 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里面 都有人 他不是没有人 他都会去问 他要开盆盆盆 他会问 那民进党如果是65到67 国民党如果是5到60万 他开一个75万票 他觉得肚子 我怎样我也赢 我跟你说 这次拨 所以他是被你们民调所害 不是 这次拨 就是都笑得贏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这次也没算贏了 就是投入很热的 越看越 越说会赢很多 会赢很多 那第一线的人 就有那个狂热 其实韩国那次参总统 也是一样 不过我们认为小英会赢 对不对 后来就有让票 对不对 就有人拨说 没有输200万 韩国那边就说 哪有可能输200万 我们这边就一堆人相信 会赢200万票 所以那是韩国瑜那边有大数 那是情绪上感情上的支持 不 因为他们都去参加群众聚会 韩国瑜群众那么多 所以他就会活在里面 反正这件事是感情派 不是理性派 是理性派 不可能的拨 超过75万票 到了前一个星期最可怕 就是说 之前还有说 有一个党的 高雄的党的 拿500万要赌没人要收 所以那时候盖牌箱又很厉害 所以他每次都是盖牌箱 有人啊 500万要跟主头对赌 没人敢想 因为那时候就刚好又盖牌 韩国瑜又放软 好了 所以后来到了前一个星期 就厉害了 拿500万那个老闆 他是拨韩国瑜 就是罢免会成功 会成功 他是拨会成功 对 现在后来 我就讲到那个星期更厉害 主头想说 欢迎会成功 还是会失败 反正都是对赌 都一样意思 他干脆就说 好 我就下稳定牌 我连赌韩国瑜失败 我都不收了 连韩国瑜失败 我都不收了 就专注在赌韩国瑜罢免成功 但是我的票已经很厉害 我让到 甚至到65到75到80 甚至到开票前两天 大家叫大漏 叫大漏 人流到80 所以你看到这一次 因为你看 之前那个陈其麦 他们在想 只74万而已 不可能过关 结果 是因为陈其麦74万票 所以他们订一个 70万票的风盘 对 想说乌的乌的 结果乌死的 所以赌博永远有风险 那我们来看 那么在罢免之后 最大的政治效尤 有可能 暴富性罢免 会风起云用 他们把我当成剑靶 是第一个 他们要攻击的对象 我是觉得很遗憾 不是到处这样点火 然后变成是便地烽火 如果凤山的选民觉得我做不好 他们就非常有正当的理由 可以来罢免我 人民是这个民意代表的老板 老板要开除员工之前 当然要看一下员工的表现 我在工作上该做的事情都有做 跟这个满意度 最后一名的市长不太一样 我对自己的存亡还蛮有自信的 被韩粉点名 暴富性罢免的五位 是Thank you哥 陈柏薇 刘世芳 黄杰 王浩宇在我们现场 还有梁文杰 有没有可能暴富性罢免 真的把他们给罢免掉 我觉得大家讲白了 大家都是行内人 我们从去年一路看到现在 韩粉惹人厌的程度 前所未有 所以所有跟他站在对立面的人 马上加10分 但问题是我们还是讲白 现在浩宇兄今天来现场 在这五个人里面 面对到最大的危机其实是他 其他人 他是最有可能被罢掉的 他的危机度最高 因为有几个原因 我看到他们家今天被带洗了 对不对 今天就有人冲他那边去 还不只冲他办公室 还冲他另外一个住所 因为他的目标太明显 我跟你讲 连今天柯文哲都出来叮他 你知道最麻烦就是 叮王浩宇 真的 妙了吗 他说不分区议员 他被咨询的时候也被问到 徐巧兴问的 那你看 早上这个冲突 我们必须讲 这很多是从外地来的 可是其他的人 你说陈柏维 刘世芳 那个你真的要动员到7万多票 在那个选区 第一个一年根本没到 因为他们必须要当选一年 所以这些立委 你想都别想 韩粉什么报复性罢免 那还要再等一年 只有议员有可能 只有议员会中 那这个 辽恩杰那个选区其实很绿 坦白讲 你要动员到那么多 恐怕不容易 那黄杰呢 我们还是要讲 韩粉真的是太厉害了 黄杰早上去 这个议长的灵堂 制个议 因为黄杰其实以前跟议长 没有什么冲突的 是 是议长挺韩国瑜 黄杰嗆韩国瑜 但这个线不能化成等号 我有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的概念 对 但明明就是没有那么对敌 结果他早上去人家商家的灵堂 现场被高雄法治局的局长 当场骂 我觉得这个很妙 第一个 你从来没有看过 有外人在商家灵堂里面 骂别人 第二个 法治局局长呛异作 这个到底是哪一行 而且更特别的是 他快卸任了 我当然知道他快卸任 三几个人要失验了 跟你呛出来之后 黄杰就梨花带雨 这个 一个小女生在灵堂里面被骂哭 而且议长跟黄杰 其实关系并不差的时候 请问大家以后要对他下手 下得要耸 最有可能被下手的是黄杰 倒霉就是王浩宇 王浩宇你为什么那么白目 再怎么说我们 东方传统的观念人死伟大 你在那个时候发那个文干嘛 其实那个消息我们是 因为那天晚上大家都在狂欢 我说实在话 每一个酒吧或者餐厅 都满满的人 那我们其实在大概 九点十点多的时候 就听到这个消息 可是那时候大家不敢 应该是很正经 我那时候还说怎么可能 不要再胡烂了 所以我就觉得不可能 有这件事 所以我们还叫大家 就说不要乱讲 可是后来突然间 苹果发的及时 所以那时候我的那个发文 其实是把苹果的及时的标题 PO上我的里去 你连结韩国瑜 会让韩粉认为你 在伤口上撒盐 应该说那时候 你如果看最几个 最几个最先的几个 新闻的这个 所谓的快讯 其实大概都是这样写的 就是标题就是这样写 所以我们其实主要 只是就是copy那些标题 然后贴在我脸书上 那当然就是说 因为他是 可是在那个当下 确实会有消费死者的意义 没有 我们还是要讲 这个浩宇兄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他今年才加入民进党 对吧 我没有说错 那所以民党是不是 把他完全当自己人 这是一回事 第二个 在那个地方 真要有母鸡照他 就是郑文燦 偏偏二皇子 接下来要走大位 他愿不愿意为了过去 所以郑文燦是二皇子吗 郑文燦是二皇子 因为照年纪来排大皇子的赖清德 但二皇子时时有玄武门之变的可能 但我们必须要讲 郑文燦愿不愿意为了浩宇兄 那么努力去挡箭 因为浩宇兄以前帮 郑文燦帮很多 你不要说这个是没有连结的 可是郑文燦 接下来要选大位的时候 这个在他选区发生这种事情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 你会不会孤军奋战 基本上我的选区是比较深蓝 所以我在第一就是去年 你选区比较深蓝 而中立本来就是一个深蓝的选区 所以我当初出来讲 我当初出来讲韩国瑜的时候 我就已经那时候 就觉得自己会被罢免 我觉得绝对有一天 就是我绝对没有办法继续做议员 但是其实我自己 所以你自己认为你做不完 我觉得就是 我还是觉得要说良心话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 因为我认识潘德旭他们 所以该说的就该说 所以我那时候 没有去算计这么多 但是我认为说 该做的事情就做 至于我自己如果要被罢免 其实事业也还算不错 接着郑文很动荡 那一区要看 报复性罢免会一波接一波 如果陈学胜跟鲁明哲 都使出很大的力量 动员的话 那确实有风险 很危险 可是我跟你讲 因为先议员是全区罢免 所以很多人要很多票 要七万多票 你自己有算过多少票 人口现在已经比我 比较增加了 所以大概需要八万一千多票 八万一千多票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你用蔡振元一概 港湖地区罢免 对不对 那一概是动员了超过四个月 结果投票率二十四点九八 但是那一次的社会周围 跟这一次不一样 可是蔡振元一概 蔡振元也是全 蔡振元也是全国知名度 我知道 但是 那一概发现那一概洞车的 但是铁铁韩粉的心情 我知道 可是韩粉不一定 都集中阻碍他那一区 你可能知道 那天晚上是多少人靠到 我知道 可是 你要集中选区 那个仇恨情绪 而且 动员要时间 没有办法恨那么久 你知道 恨那么久对心脏不太好 说实在 罢免是真的很难 所以韩国瑜能够被罢免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说 我自己都觉得说 我们自己在选区里 然后你要拿到八万票 这个 要有那么大的动力 其实是不容易的 那我是觉得韩国瑜 确实是天怒人员才有可能 你虽然做了最坏的准备 就是你有可能 做不完议员任期 但是你也不认为 罢免那么容易 对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 作为 就我自己的案子 但是我还是觉得 你有点白目 背吧背吧 在那个当下 我觉得在那个当下 其实他们都道歉了 他们都道歉了 对 因为我的比较 因为文杰是比较紫色 我的是完全没有评论 所以我算是 比较中性的去评 就是 陈述这个事实 而且经过求证 所以我就觉得 基本上是比较OK 但是我还是希望说 我还是有发现说 这件事情被韩粉拿来做 一些操作 所以我才第一时间删除 我觉得这是比较 伤他们的感情 在感情上 他们是觉得很受伤 但我们回来谈 韩国瑜的下一步 有没有可能打诉讼战 卡麦计划 据说有个卡麦行动 他只要诉讼 而且不策案 那补选就取消了 因为选举诉讼 在抵守中 就打了一年 二审制 那只要超过12月25 就没有补选了 所以 那没有不远就指定 指定 指定就是还是 民进党派人代理 是 所以这个对 那这个卡得了麦 民进党如果还是派成吉麦 也讨不了麦 这对国民党 或者对韩国瑜来讲 没有什么好处 实际上国民党 是不希望他提选举诉讼 就不选不选不选 因为说真的 提选举诉讼 会让人家认为 你输得不甘 你输得多 你又不是输2万票 对 提守中才输多少 提守中输科幂才输4千票 人家这样提 选举诉讼 还是输 所以没有任何人会觉得 韩国瑜的选举诉讼 是会赢的 没有任何人 但是会拖时间 你还要硬搞 但是 会让补选不能进行 我认为会把国民党搞得很惨 那高雄大概就完蛋了 他去山东主席 这个比较难讲 因为韩粉很多都是党员 那这个怨气 到底要往哪边去疏惑 而且后来有很多新党员 都是因为韩国瑜才加入的 当然 所以他就很艰苦 其实江锡城 这个未来要处理 怎么处理韩粉这些新的党员 也是他未来的危机 因为江锡城不可能不选连任 所以明年五月他是一定要连任 所以江锡城 现在就已经是一个弱势党主席 那么如果再补选 不是如果 我们认为很可能 补选会失败 国民党 那国民党补选失败 再加上弱势党主席 这一次韩国瑜又被罢免 你觉得江锡城怎么做得下去 到时候也是要辞职 我觉得韩国瑜 会变成国民党里面的最大的黑脸 他可以害人落选 他只要 不一定他自己选 他只要支持江锡城的对手 那江锡城就落选这样 那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下次台中市长连任 那因为卢秀燕的民调 并没有很好 那搞不好江锡城要下去 选台中市长 我说筹算了 那韩国瑜一定支持卢秀燕的 所以他只要扮黑脸 那江锡城的路又被堵住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